如果大掃除你最頭痛是清潔些甚麼? 看看人物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May 媽咪 你知道我們接下來要大掃除了甚麼? 就你腰了 其實我都不覺得廚房不進廚房 但我常常看到廚房都保持了很乾淨 因為我的高人姐姐很好 但如果大掃除你最頭痛是清潔些甚麼? 看看人物 最麻煩就是洗這些東西 我們今天拿一件東西來擦洗了 戴上手套 因為我們都有這些油 很難清潔 但你平時如果不是用這些 我們最強力的去油廚房濕紙巾 你用甚麼來洗它們呢? 很多方間的方法 用甚麼呢? 梳打粉 給點醋洗 然後要浸 等它一輪 我想告訴你 我聽見有些 師奶跟我說 真的很好用 我特意幫我吃一齊 一起去處理油煙盆 這是抽油煙機收集油的盆 滴油的盆 對 雜油盆 我也想給大家看看這個 這是濕紙巾的真身 裡面其實這張濕紙巾是很大 還有很多汁 好像麵 現在有介紹的麵膜 一張有這麼大 這麼大 還有這麼大 半張A4 size 有多於半張A4 size 我就想你親手操作 其實你黏在這盆 我給大家看看有多黏在這盆 真的不敢摸它 對 先擦一下 擦的時候我發現有技巧 這樣擦 啊 脫掉了 剛才已經黏在這盆 不如我們擦擦盆 擦到它沒有啡色 我擦在這裏 對 擦在這裏 這裏有很多膠 嘩 厲害 你擦感覺到很爽 馬上脫掉了 要清潔這裏是沒有難度的 要切夾夾的 一摸一摸 你看這裏的油 因為切夾夾 已經乾淨了 這裏面 摸在裏面 我怕你會彈在我身上 嘩 已經乾淨了 現在變成透明了 透明了 我們用濕紙巾 一張濕紙巾就這樣塗手擦 因為這個去油污 APG這個很有效 而且油 如果平時清潔完盆 你的布是用不得翻的 都用不翻的 很難 切夾夾夾 怎樣清潔布 又要用熱水 滷它 又要梳打粉浸 即是洗完油煙機 還要洗完布 是嗎 我們這塊布已經用完就能丟 積氣 是的 圍起來又好像不太貴 很厲害 你看我現在好像廚房清潔專家 有張紙 不是 鏡頭 很厲害 這些千年油漬很厲害 千年油漬被我洗乾淨了 在這邊 看這面 髒的那邊 有很多油漬那邊 沒有油漬那邊 乾淨了 乾淨了 完了 其實是很容易的 有一點點秘訣 我覺得要因為那些濕毛巾 如果平時我用來抹 用來抹些豉油瓶 有些滑油 抹一下就完成了 但如果這些那麼頑固 就要少少 擠多點水 擠多點醬汁出來 它有些液體 它有少少潔癖 我想做整個盒子乾淨 切夾夾 不舒服 嘩 這些油呢 其實我當時在夜欄買的時候 我會說最厲害的 我要是很黏綿油的那些盒子 還有這個濕紙巾 這麼大的好處就是 翻轉它又乾淨了 又再抹 好爽的感覺很治癒 抹掉又沒有黏黏黏的 很治癒 然後沖一沖水就可以了 沖水就可以了 沖水用就可以了 賣完之後沖一沖 還有浸味香的 還有少少清新的味道 我們接下來的大素材不用怕 其實我覺得這樣 也不是大素材不大素材 只要你每一天或每個星期 都輕輕地拿一些濕紙巾 去抹一抹廚房 保持它乾淨 保持到乾淨 每天都乾淨的廚房 不要等到千年式才來抹 我用了幾分鐘 三分鐘 我們就要弄好剛才那個 看見也想吐 好 如是這些網子也一樣這樣做 如果網子的縫隙比較多 我覺得可以沾多些汁 去醃一醃才再抹它 其實我們不用弄 因為不是我們的網子 我們不弄好 已經很證明到廚房的油煙 油煙去污濕紙巾 沒有介紹錯 有班朋友都反應告訴我 用的真的很棒 斷了糞了嗎 我聽見 斷了糞了 兩個月都不能回貨 一包40塊 每塊這麼大漿 非常划算 真的不用手軟 很頭痛 一包大素材也好 買了 好的 好